高雄市智慧城市推动委员会2023年会在高雄展览馆来举行 除了向各界来介绍新聘的委员和顾问外 重头戏就是由国发会主委龚明星和市长陈其迈的关键对谈 来探讨备受关注的禁令议题 以及高雄的智慧智累推动城市禁令的展望 高雄市政府日前举办智慧城市推动委员会2023年会 市长陈其迈受邀出席为2024年高雄举办首届城市及气候峰会暖身 会议中陈其迈表示高雄作为重工业城市 意识到减碳的挑战与重要性 因此成立产业禁令大联盟 透过以大代小符合世界潮流 本来在座禁令是一种倒走的动机 就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之类的 那现在已经从倒走的动机转换成市场的驱动 那这个就影响到高雄整体的产业 这个就变成一个生存之战 我们的扣建螺丝一下 我们的基础业一下 这个占我们高雄的产业的占比是非常高 我们石化跟钢铁是为主 意味着说因为碳关税的科诊或美国的CCAA的施行 碳关税我们三秒钟都料料 所以我是市长 我就意识到说这个问题其实是很严重的事 智慧城市推动委员会2023年会 除了向各界介绍新聘的委员与顾问外 重头戏就是由国发会主委 龚明欣与市长陈其迈的关键对话 不仅探讨备受关注的禁令议题 也分享高雄智慧治理推动城市禁令的展望 我们最近高雄市政府在跟东南有一些城市 或者是州跟我们规模比较接近的 经验比较相近 那我们就借由这种像这种城市的交流 那我们现在就是用这种数位跟禁令的解决方案 做我们交流的项目 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把我们的经验 从我们有一个好的在高雄观念的验证的解决方案 就可以透过一个比较可行的商业的模式可以输出 或者未来的服务的模式 近年的这件事情它不单单只是已经环保疫局了 它已经面临已经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就是说将来可能还有汉的边境关系 或者是供应链RE100等等的这些情况 你如果没有达到禁令的话 你可能另一半都接不到 这个已经是经济生存的问题 禁令分配要全世界的需要 也是台湾的分配要 银考会表示 高雄市已经连续两年智慧城市评比六都第一 除了探权交易所落脚高雄 还通过禁令自治条例 成立禁令大联盟禁令学院 从组织、团体、个人到城市政策 全方位推动 敬您转型